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睛早就肿了 可是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擦了擦泪 拿出手机 开始打字 我把头别开 不再看他 过了一会儿 我往他那边瞥了一眼 才发现他又把打的字全删了 然后把手机放了起来 更多的眼泪流下来 刚才那一瞬间的动摇是为谁 原本是要对他说些什么 等到工作人员来打扫卫生 他才恍惚回过神来 之后我俩一先一后走出了电影院 初春的北京 风还有点刺骨 我俩相隔不远 站在街边打车 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辆空车都没有 好不容易来了一辆 但因为他站在我前面一点的位置 我也只好任命地再等下一辆 姑娘拉开车门 却没有上车 面朝我这边说 咱们两个应该是顺路 一起走吧 我看了看四周 确定他是在对我说话 可是他怎么知道我和他顺路 我站着没动 他便带着浓浓的鼻音说 我家就在你店铺附近 你应该是回店里吧 原来如此 我没再犹豫 裹着大衣上了出租车 等我坐上出租后 他对司机说出目的地 确实就在我店铺附近的小区 他的眼泪还在往外涌 他的纸巾用完了 我就把自己的整包给了他 他嘀嘀道了声谢谢 我总觉得一句话不说怪尴尬的 就说了句电影很感人啊 说完却觉得更尴尬了 他只是点了点头 见他不想说话 我也就没再吭声 直到我们两个一起下了车 我朝着店铺的方向走 他朝着小区大门方向走 走了两步 身后传来那姑娘的声音 你着急睡觉吗 我被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 问愣住了 不着急 我是个夜猫子 那你介不介意 我去你店里坐一会儿 我想他大概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就欣然答应了 带着他来到我店里 给我俩一人倒了一杯热茶 他捧着茶杯 喝了一口 然后放在小圆桌上 拿出手机 对我说 我给你看个漫画吧 我笑笑说 好啊 是什么漫画 他打开手机相册 翻到保存的漫画后 把手机递给了我 漫画的内容 大概是恋爱中的男女 甜蜜相处的小细节 挺暖心的 等我看完 他有点自豪 有点甜蜜地说 你肯定想不到 我就是这篇漫画的女主角 真的吗 那你岂不是认识 这个漫画师 她挺有名的 我还关注过呢 姑娘点点头 这画的就是我和她 只不过 她已经是我前男友了 通过聊天 我渐渐知道了她和那个漫画师的故事 漫画师在第N次被剧稿之后 身上就剩下一百块钱 下个月就要交房租 她已经不可能租得起了 就连回老家的路费都得跟人借 她想起自己当初带着画稿来到北京 愁愁满志 却没想到落得这样的下场 心有不甘 却也无可奈何 那天是个阴天 冷嗖嗖的 街边的面包店里 一盘面包刚刚烤好 香味飘到了街上 她肚子咕噜叫了一声 她想着 反正身上这点钱 也不够买回家的车票 索性就去买两个面包吃 刚进店里 却听到哐当一声 从后厨传来 在后厨门口 铁盘反扣在地上 新出炉的面包 就那么掉了一地 老板听到声音 跑出来 狠狠地训斥那个摔了铁盘的店员小姑娘 姑娘低着头 一直道歉 说她会赔 但老板不依不饶的 说的话极难听 而且好像越骂越上瘾 也不管店里有没有客人 漫画师看不过去了 就走上前去 说了句 她又不是故意的 至于骂得这么难听吗 那老板瞥了眼 邋遢的穷小子 关你屁事 是不关我的事 可她不是说了会赔偿了吗 老板退后一步 嫌弃地捂住了鼻子 哎呦我去 你特么都馊了 我这是面包店 你这一身味 我怎么做生意 出去出去 漫画师气地涨红了脸 尴尬又难堪地离开了面包店 出来后 她又往店里看了一眼 只见那姑娘正跪在地上 收拾地上的面包 眼泪巴搭巴搭地往下掉 那老板从她旁边过 拿腿踢了踢姑娘 往那边点 看不见 我要过去吗 男人长久以来积攒的委屈和怨气 在这一刻到达了顶峰 仿佛跪在地上被人踢来踢去的人 就是她自己 她放下画板 推开店门 抡起拳头 狠狠地朝着那老板的腮帮子打过去 那老板最后被打得躺在地上 牙还掉了一颗 她就一边捂着嘴 一边指着男人 乌鲁乌鲁地骂着什么 男人打出了一身汗 但总算是痛快了 她看了一眼 那个挨骂的女店员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拉起她的手 就跑出了面包店 他们奔跑在深秋的北京街头 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骑士 两个人跑了两个街口 终于跑不动了 一个靠在路边的法筒上 一个两手撑在膝盖上 弯着腰喘粗气 然后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多谢英雄替我出气 敢问英雄高姓大名啊 被姑娘一问 男人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 她抓了抓头发 说 我叫高成 你 你呢 我叫艾文 不瞒你说 我可能还得回去 你还要在那个混蛋手下工作 艾文笑着摆手 你都把他打成猪头了 还拉着我畏罪前逃 我肯定是干不下去了 可我的包还在店里呀 艾文和高成就这么相识了 那天他们坐在广场上 一边喝矿泉水就吸北风 一边聊着理想 艾文说 他希望有一天 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包店 高成说 以前他想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漫画家 让很多人看到自己的画 但现在 他就想能卖出去一份稿子 付下个月房租 艾文要看他的画稿 看完后他拍着大腿说 你画得这么好 他们眼睛都瞎了吗 高成激动地差点拥抱艾文 之后艾文认真思量一番 慷慨地提出了一个建议 那是一个让高成的脸从耳朵根 一直红到脖子根的建议 英雄 我看你将来必成大器 也是个老实人 既然你即将没地方住 那就来跟我住吧 我租的那个屋里 放着上下床 以后我住上铺 你住下铺 我先不收你房租 但是你得负责给我收拾屋子 吃饭的话 你只要吃的不太多 我可以请你吃 不过你得给我拿点精神食粮 多画点漫画给我看 嘿嘿 一份契约就此达成 之后艾文换了份工作 但还是在面包店当店员 店里林妻的美味面包 就是两人早饭 高成很知足 艾文更知足 主要是他终于不用住在乱糟糟的猪窝里了 有人给做家务的感觉 实在是太好了 而且高成真的吃得不多 两个人就这么彼此欣赏着 鼓励着 温暖着 爱情也顺理成章地到来了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 艾文半夜醒来上厕所 看了一眼窗外 激动地推了推睡在下铺的兄弟 高成 快醒醒 快醒醒 高成一下子坐起来 紧张地问出了什么事 下雪了 我要去看雪 你陪我一起去吧 说着 艾文以迅雷不及掩耳 道灵之灵响叮当之势 穿好了衣服和鞋子 作为一个南方姑娘 那还真是她第一次见到雪 高成迷迷糊糊地跟着她下了楼 雪花落在脖子里 凉凉的 她裹了裹身上的衣服 看着艾文在路灯底下撒花 心里也是说不出来的快乐 雪越下越大 还起风了 高成担心 她着凉 就说该回去了 艾文意犹未尽 但想到第二天要早起上班 只好答应 一片雪花落在她的嘴唇上 她眨眨眼睛 舔了舔 高成 你吃过雪吗 我刚吃了 舔的 她的眼睛是那么明亮 她的嘴唇是那么晶莹 就像一块玛瑙玉 高成看着她 仿佛入了定 着了膜 她俯下身子 稳住她的嘴唇 等到两人分开 她笑着对艾文说 现在吃过了 是甜的 那一晚 只有十四平米的小房间里 温暖如春 两个人窝在小小的单人床上 紧紧地拥抱 热烈地缠绵 她们明明一无所有 可拥着对方 却有了一种 富可敌国的感觉 艾文的即兴兰尾炎 是她们遭遇了 相爱后的第一个寒冬 手术费花光了艾文 仅有的一点存款 术后休息了两周 当月的薪水 也只能拿到一半 可是又到了 交房租的时候 艾文纠结着 要不要跟家里要钱 但她又实在 拉不下这个脸 当初不顾家人反对 来到北京 那一番豪言壮志 此时回想起来 只觉得自己的脸 都被打肿了 以前 艾文和高成 只是合租关系时 高成并不会想太多 如今 他们变成了恋人关系 艾文遇到经济困难 高成不可能袖手旁观 再说 她一直靠着艾文的接济 才撑到现在 高成越想 越觉得自己有责任 替艾文分担压力 她思前想后 做了一个决定 联系了一个朋友 介绍给她的网站总编 只要高成愿意 随时可以签约 但前提是 她得画当下流行的 少女漫画 画风和内容 统统要模仿 最流行的风格来 这些要求 高成统统接受 她也说了 自己现在经济困难 总编慷慨地 预付了 她三分之一 搞仇 高成把钱 拿给艾文的时候 艾文以为她 终于遇到了伯乐 高兴得不得了 但随后 艾文就发现 高成画的漫画 跟以前不一样了 而且她也不开心 艾文替高成委屈 叫她画完这些 就不要再接这种活了 高成却说 她没有瞧不起 任何形式和内容的漫画 如果能把少女漫画画好 那也是本事 她只是暂时 有点没方向 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高成有了收入 艾文也跟着面包店的 烘焙师偷师学艺 小有所成 于是两人换了一套 一居式的房子 小区环境和位置都很好 租金稍高 索性两人 也能负担得起 最重要的是 他们从此有了 属于自己的小空间 但生活就是这样 打你一巴掌 给你一块糖吃 然后再给你 更狠的一巴掌 搬家后半年 艾文和高成迎来了 他们的第二个寒冬 那时 高成的工作陷入了瓶颈 他发现偏离 自己的初衷越来越远 他甚至画不出 自己原来 想要的那些了 艾文也意识到 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他可能这辈子 也开不了面包店 两人从无话不谈 变成了相对无言 一个又一个的现实问题 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一辈子 也买不起北京的房子 他们甚至不敢生病 不敢结婚 就算结婚了 也没钱生孩子 两人都感到了委屈 争吵渐渐多了起来 每次吵完 等到晚上睡觉时 两人就被对背的赌气 然后抢被子 抢床 抢着抢着 怨气就转化成了 一发不可收拾的激情 但不是所有的问题 都能用一夜激情来化解 于是 艾文和高成 迎来了第三个寒冬 只是这一次来的 有些突然 这天 艾文发了工资 下班的时候 买了一份糖炒栗子 想着晚上 两人一起 看电影的时候吃 他回到家 高成扶案作画 艾文就包了一颗栗子 送到他嘴边 高先生 今天晚上 咱们看什么电影啊 高成没有吃栗子 把栗子拿过来 放在了桌子上 艾文 我们谈谈吧 艾文眨了眨眼睛 好啊 谈什么 我们 我们分手吧 艾文傻傻地看着他 你在说什么呀 我们也没吵架呀 我们最近 不是都没吵架吗 艾文 如果吵架 能解决问题 我真的愿意 跟你大吵一架 现在我们在一起 只会成为 彼此的牵绊 我给不了你 安稳的生活 而为了养活你 我还要画那些 我不想画的东西 我累了 所以 咱们算了吧 这番话 真的刺痛了 艾文的心 但他还是跟高成 确认了一遍 你是认真的吗 高成点点头 是 艾文咬着嘴唇 眼泪巴达巴达地 往下掉 他一抹眼泪 对高成说 好 分就分 你别后悔 听艾文说到这里 我忍不住 替他们晚息 毕竟那么苦的日子 都熬过来了 我问艾文 那你们后来 都没有见过面了吗 艾文摇摇头 我一开始 也想以后 我们会和好的 但后来发现 这次是真的分了 然后 我就回老家 待了一段时间 也是那时候 我才知道他 跟我分手的 真正原因 艾文说 他无意中 听到了父母的谈话 才知道 高成之所以 提分手 是因为 艾文的父母 去找过他 艾文当即 质问父母 到底跟高成 说了什么 父母也没有 再瞒着他 他们倒也 没说什么难听话 只是问高成 知不知道上个月 是艾文 最好朋友的婚礼 高成自然是 不知道 因为艾文 没说过 艾文的父母 便告诉他 艾文负担不起来 回的机票费 和份子钱 就以自己生病为由 没去参加婚礼 而那是他 最好的朋友 艾文的父母 十分恳切地说 我们相信 你有才华 将来 或许有所成就 但万一 一辈子 都这样呢 贫贱夫妻百事哀 爱情是不能当饭吃的 请你慎重考虑一下 不要等到 爱情消耗完 彼此憎恨对方 再分开 那样就太可悲了 你肯定也不希望 艾文 变成一个可悲的女人吧 艾文听父母说完 当即返回北京 找到高成 艾文对高成说 我不会因为 没有参加那个婚礼 就失去一个好朋友 我最大的爱好 就是烘焙和看电影 这两个一个 能帮我挣钱 另一个甚至 不需要花钱 你怎么能因为 我爸妈的几句话 就离开我呢 高成面容挥败 你跟我在一起之后 多久没买过新衣服了 你的护肤品用完了 你都舍不得再买新的 你喜欢烘焙 我连个好点的烤箱 都不能给你 更别说大房子 大厨房了 你真的觉得 没有钱 我们能过得很好吗 艾文 我们不是生活在童话里 艾文哭着说 我身材好 所以穿什么都好看 我皮肤好 用不用护肤品 都没差别 你凭什么觉得 我需要那些东西 不需要你 因为我想给你 好的生活 你知道那种 无能为力的感觉吗 你回想一下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真的幸福吗 我当然幸福 可是我不幸福 你就当我是穷怕了 别再来找我了 他就这样把艾文 推出了门 两人再次见面 是在艾文的婚礼上 那时候的高成 已经小有名气 他给他包了一个大红包 一张十万块的银行卡 那是高成 一本漫画的版权费 艾文说什么也不要 但高成很坚持 他说 那本漫画虽然是他一个人画的 但没有艾文的话 根本就不会存在 他真正的伯乐 不是哪位编辑 而是艾文 艾文心中五味杂陈 如果他们当初没有分手 如今和他走入婚姻殿堂的人 会不会就是高成了 没想到 他们熬过了那么多寒冬 却没有熬过春天到来前的最后一个 艾文收下了银行卡 像对普通朋友一样 对高成说 谢谢你的红包 将来你结婚的时候 要通知我呀 我也给你包个同样大的 高成好像还有话要说 目光显得十分焦灼 艾文问他 还有什么事 当年我突然和你分手 也不全是因为你爸妈 如果我现在向你解释 还来得及吗 艾文愣了一瞬 对他笑了笑 我以为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不用再重复了吧 高成张了张嘴 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又问 那他对你好吗 不好的话 我可以现在就抢婚 他对我很好 艾文笑得滴水不漏 回答得毫不犹豫 高成点点头 说那就好 既然祝福送到了 他就不等着仪式开始 先回去了 等高成走出去几步 艾文叫住了他 高成 既然来了 让我敬你一杯再走吧 艾文不会喝酒 那天 他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白酒 腔得满脸通红 眼泪直流 说到这 艾文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马上接听了 店里很安静 男人的声音从听筒里遗漏出来 老婆 电影还没结束吗 艾文温柔地说 已经回来了 快到小区门口了 那我下楼接你 不用了 外面挺冷的 我已经出门了 那你来楼下这家情趣用品店吧 我在这 哦 怎么 艾文面上一红 不是你想的那样 就是看电影的时候 碰到了店老板 跟老板一起回来了 好 等我 过了一会儿 一个高个子的男人 走进我的店里 他眼神锐利 带着那么一种 与生俱来的自信和淡定 当他看向艾文的时候 又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温情 男人摘下自己的围巾 裹在艾文的脖子上 怎么还哭了 电影很感人 男人无奈地笑笑 揉了揉他的头发 爱哭鬼 说完他看向我 对我说了句打扰了 便拥着艾文一起消失在夜色之中 故事讲完了 我是爱惜 点亮频道的小铃铛 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恭候您的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